今天是第六次上课 第七十了 因为上礼拜第六 这边都有清单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上课 基本上都有把每一次上课的那个 就是清单都列出来 OK 而且应该蛮清楚的 然后下来的话 你影片点击下去的话 你就可以复习了 OK 我想应该 像学习起来应该是还蛮愉快的 OK 我觉得应该做的应该够贴心了 另外的话你不懂讲义有 讲义如果还不够的话 城市我们在云端白板里面 你可以复制贴上 像上个礼拜的城市 如果因为在讲义里面 你要没办法复制贴上 但是这个地方的公式 还有城市都可以复制贴上 也就是你将来你回去打城市 打错了 没关系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这个是一个年龄跟清楚 你就把这个城市贴上 然后再跟你做错的比对一下 那大概就会有答案了 OK 然后至少你要 即便打不出来 至少你会贴吧 贴然后会改 至少最基本的吧 那你每贴跟改 做久了习惯之后 慢慢你就会 自己可以动手写一点东西 慢慢你会越越进入状况 当然不可能马上 你就可以成为VBA的高手 但是你可以当成一个目标 可以慢慢来 反正这东西其实都在这边 OK 然后如果你有细节不懂的话 影片切过来 有没有 这边就有了 有没有 我们就讲到上个礼拜 日期相关的格式 日期时间嘛 那我讲过 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字 那时间就是小数点 每一个小时又二十四分之一嘛 会有小数点 OK 那三个小时刚好整除 零点一二五 所以三点就零点五 再加一个 再零点一二五就六点 OK 那以此类推 那用Dedif你可以算那个年月 日的话不用 日相前就好了 OK 那另外计算精确日期的话 你可以再多YM跟MD OK 然后 再来就是把Dedif放在VBA里面 其实VBA跟Excel里面 要能够最简单的搭配的话 其实就是你把公司放在VBA里面 让它去执行 那你两个重点 就是里面有双一号 你要变两个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有双号 比如说十五十六十七会变的话 那你就把它改成R1就可以了 这个我想我们已经做了 应该不止五变了吧 OK 太多范例了 那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的 我觉得你很多东西也许慢慢 刚开始学不来 没有关系 但至少 这个把你的公式跟VBA搭配的话 那这一招应该是目前来看 应该最简单了吧 应该没有比这个还更简单 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 OK 应该是没有了 为什么这么简单 因为这是我想出来的 OK 真的哦 这不是吹牛的 真的 因为我想过各种方法 为什么会写这么简单 因为呢 刚开始写的太复杂 同学看不懂 然后一直会要求说老师 再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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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说 好啊 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 剩下来的应该没有办法再更简单了 就这样子已经没有办法再更简简 如果有的话你告诉我 E-Day跟Month比较 我们做年龄 然后另外 设定格式化礼拜六礼拜天把它变不同颜色 那格式化我们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设定格式化条件呢 当然也蛮好用的 只是说你每次做 你就要再手动一遍 再手动一遍 它没有办法自动 那如果你要自动还是要写VBA 另外最后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变成年龄 所以上个礼拜最后呢 我们要讲到什么 讲到就是格式化清楚 有没有 然后把格式这个范围的资料把它格式化 有没有 OK 还原嘛 格式化 那其实程式并不多 第一个的话设定格式化 首先的话程式一定 因为这个地方除了列之外 还会有蓝 所以我们是forI等于第二列 到第三十二列 那这个地方有 有列的话是forI 那蓝的话我多一个J forJ等于1到12蓝 特别注意哦 你不能for 什么呢 forJ等于A到L 特别注意哦 那个回圈后面那个是 只能是一个数字 不能是一个文字哦 OK 这个是规则 这个我也没办法去变动 所以你特别注意你只能forJ等于什么 第一栏到第十二栏 你只能这样叙述哦 你不能说forJ等于A到L 他看不懂 OK哦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装每一个储存格的话 他就是Sales的I列 这一栏的追览 然后他会一个一个去判断 把资料抓过来 那我如果要设定格式的话 第一个先判断它里面有没有资料 因为储存格里面有一些是空的 如果空的的话你要判断你丢给VDay它会产生错误 所以要先避开 也就是如果他的储存格里面不等于空的不等于嘛 小于大于不等于空的话 接下来判断什么 这个资料里面是不是礼拜六 如果是那我就把颜色变成什么呢 变成那个深绿色的字 浅绿色的底好了 那深绿色怎么做 其实这边有其他色彩 我前面讲过嘛 深绿色你可以怎么样 先点到那个绿色的部分 然后切到字定好了 你再稍微调一下 比如说你要深绿色的话 也许往下调吧 我大概就调这样 大概50比较好记 就是050 0就是这个颜色 深绿色 那如果你要浅绿色的话 其实你会往上拉 拉到大概差不多这样子 这样就浅绿色 那干脆取个整数好了 就是200 干脆用200 你会发现 如果浅绿色的话 那个好像数字 绿色就变全部恶物 然后其他两个变200 这样就是浅绿色 OK所以以后你要假设了 像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先用调色盘 先抓到颜色 然后给它 OK 那所以程式就写完 上礼拜我们讲过了 就是第一个 我把程式把它看一下 这个程式云端上都有 如果你有些细节 假如不清楚的话 可以把字放大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把它改成12号字 你会发现 for i 有没有 就是2到32 for i 的话 只是一样就是 蓝 哪一蓝 那我第一个先判断呢 如果 里面 假设 特别注意 它会一个一个抓 其实就是 sales i 追 一个一个抓 它会向右一个抓完这一列 再换下一列 再换下一列 直到没有为止 不过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你里面会抓到空的 如果抓到空的话 它会发生错误了 所以我们要避开 没有资料的部分 所以如果呢 它里面有资料的话 那就是像这样的 不等于空的 那等于空的 其实就是等于像这样 这个就等于空的 那意思就是说 我只要里面要有资料 我再来判断 如果是空的 它就直接跳过了 跳到这边来 就换下一个 下一个储存格的意思 然后呢 做什么呢 如果 后面的话呢 再来 判断什么 是不是礼拜六 上礼拜讲过 weekday有没有 VBA里面也有一个函数 叫weekday 然后呢 一样把储存格的资料 放进来 如果等于7的话 那我要把格式 有没有 这里面的话就格式 质的颜色 那我刚刚讲嘛 0 50 0还记得吧 深绿色 有没有 淺绿色就底色 intero card 这个前面讲过了 200 255 200 这个的话呢 意思说如果它是礼拜六 那我就给这个颜色 那礼拜天的话 实际上 当然你也不用重写啦 你就把这一段 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改一下嘛 weekday等于多少 等于 1嘛对 礼拜天 那 字的颜色 phone color呢 就是 phone color是 红色嘛 有没有 字的颜色 红色的话就是255 然后这边0 0这样OK 有没有 调色盘嘛 反正以后你只要记得颜色 就是RGB啦 VBA里面你不用记太多 颜色 第一个 想到就RGB 那颜色怎么调 你就从调色盘调嘛 就这样而已啦 其实没有太复杂的地方 以后反正颜色你也不用记 当然呢 VBA里面还有别的方法 不过我觉得那些方法 不好用 而且 太多余了 你干脆就记一个最重要就好了 其他的话 次要的 次要就是可以 记也可以不记啦 除非说你已经很懂了 你在花时间去研究 否则你就记RGB就好了 这样最简单嘛 OK 反正呢程式真的不用记太多 记太多有时候反而增加你的负担 OK 那再来如果你以后想要用的话 你记得把它 当成范本来改就好了 这些应该都看得懂吧 那如果以后你有类似的东西啊 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拿去贴 拿去改会不会 该会吧 改 所以以前同学说他学会VBA 是经过一段时间都是负质改 负质改 改到一段时间之后慢慢自己才会写 我觉得导演还好啊 没有关系啊 反正他说我对他 VBA学习最有帮助是云端上面有放一些程式码 然后他可以拿来修改当范本用 我觉得导演还好啊 没关系啊 每个人学习的过程都不太一样 另外的话如果有时间啊 请各位整理自己的笔记啦 笔记本 笔记啦 每个人的笔记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觉得不会的地方应该也都不一样 那你要应该要把你比较不会的地方稍微做一个整理 OK 那做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还原 还原很简单 我用那个range 那这个所谓range就是一个范围 从A2到L32的字型变成黑的 字的颜色变黑 把它恢复 它的底色变成没有 OK 我先把它恢复 恢复 那把它格式化呢 就是按一下它 它就会直接怎么样 直接一个再按钮 哎 格式化 这样就OK了 当然如果说呢 你觉得 这样跑有点太快啊 你现在看不懂的话 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针错里面有一个主行F8 你可以怎么让它一行一行跑 那当然你就按F8 然后你看一下 游标放上去 现在 I等于2 J等于1 那指的就是这个储存格 因为第二列的第一啦 他会把这个资料帮你带到这边来 先判断一下 哎 他是不是 不等于空的 就是他里面有没有资料啊 这个意思说他里面有没有资料 有资料 有资料就会进到里面再判断 然后呢 他里面是不是礼拜六啊 是的话就进到底下 不是就跳过 跳过 是不是礼拜天啊 不是礼拜天就跳过 跳过之后换下一个NAS NAS呢 你会发现他实际上就是NAS J J会加一个 意思是说呢 下一栏的意思 所以 这个I还是第二列 那J的话呢 会自动帮你加一 所以下一个 下一个是不是礼拜 六啊 有没有资料 有资料就进去 是不是礼拜六 不是 礼拜天不是 OK 然后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换3月了 3月1号 是不是也不是 所以他跳过去 跳过去 然后底下都一样 所以他会一个一个帮你判断 所以知道哪一个呢 知道这个应该6月吧 6月 6月4 礼拜6的话 那他就会进到底下 6月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6月了 J等于6嘛 那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它格式化 有没有 格式化成深黑色的 深绿色的字 深淺绿色的底 然后就跳过 是不是礼拜天不是 就跳过了 OK 意思类推了 当然你如果 按F8 差不多你大概知道 程式原来是这样的跑的话 那你就可以全部把它执行过 他就全部跑了 OK 所以在VBA里面 假设你以后 因为直接执行一下太快了 你觉得好多细节 好像感觉只能有想象的 可是你现在想象力 又没有那么好的话 你可以组航 但是记得一个 技巧就是F8 一直往下按 然后另外你可以怎么样 配合游标可以放在上面 他会告诉你 目前里面 变数里面放什么资料 OK 好那请各位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稍微回顾一下 那这些都是蛮重要的 OK 因为如果刚刚讲的部分 其实前面有些都讲过 但是如果你还不熟的话 我是建议回去真的要再花一点时间 如果你真的希望把VBA 好好的学会的话 并且将来还能够用在你工作上 很怕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去把它做个练习 而且尽量找找看吧 工作上面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我想应该不难找到 OK 毕竟是礼拜六礼拜天 可能是什么类似什么样的资料之类的 反正一定会有逻辑判断 类似的方法 然后做一些变化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